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要做 该做的要去做 各位 这个叫做戒 那各位 那这个概念放出四海皆准 不论你有没有学佛 不论你有没有受戒 纵使是你家的孩子 你父母也是要这样教他 那当然啊 当然如果你的孩子够聪明的时候 他就会继续问你 他说什么是该做 那什么是不该做 各位知道对不对 如果说你跟你的孩子讲 你的孩子呢 假设他要继续问你的话 所以各位 这个有时候呢 我们要教育子女啦 或是要奉劝别人 有时候呢 人家真的想听 你还不见得讲得清楚 所以你既然想讲 那你自己就要懂 所以不要说对自己也一知淡解 啊 啊 啊 知道呢 各位知道很好 啊 就像说呢 各位学佛很好 啊 或是说你觉得慈戒很好 啊 但是呢 你又讲不出 哎 手以然 啊 手以然 那所以呢 会造成现在社会上的价值观 各位 现在社会上的价值观 什么是善 啊 什么是恶 啊 说实在 现在大家越来越搞不清楚了 啊 越搞不清楚了 啊 所以我们首先呢 自己就是要清楚 各位 利益自己 利益别人 利益一切万物就是善 伤害自己 伤害别人 伤害一切万物呢 那就是恶 啊 啊 所以呢 要把这种善跟恶的概念谈清楚 好 那各位 那我们现在今天要来谈呢 如何进化自己的身口意啊 各位谈到进化自己的身口意啊 各位看得出来的是身跟口 就是言行 啊 你自己在想 你自己在想什么 别人不见得看得出来 好 但是从你的言行呢 别人可以看出你这个人呢 到底呢 有没有修养 或是有没有修行 或是有没有道德 啊 人家是很容易啊 一眼就看穿了 啊 所以各位啊 所以呢 你一定 在谈词迹的部分 一定要从呢 言行开始谈起 啊 一定要从这个部分谈 各位 内在的起心动念啊 先摆一边 为什么 对不对 那个境界更高 啊 那就是属于大臣菩萨的境界 啊 但是你要从呢 这个身口开始 可以开始来学习 那我们现在来看啊 我们就按照这个法伐经 各位 法伐经在第十四品当中呢 那一品叫做安乐行品 然后佛有教弟子 如何呢 他的身心才能够安乐 按照四个方向去做 各位 这四个方向 这个不论你写哪一本经论 事实上都通用 啊 各位都通用 所以呢 我才 才揭入《法伐经》的这个部分 但是为了呢 把它翻成更白话 各位 这个白话是什么 就是 就是让你好落实在生活啦 不然按照《法伐经》里面的 事案乐行品你去看 啊 他有时候叫你关空 这样对不对 好 各位啊 这个有时候你没有 我们没这个能耐 啊 我们又没有 没有这种开悟的一个境界 啊 所以呢 我们按照呢 你能够受用的角度 来跟各位分享 啊 各位你喜佛 你就要知道 这个你没有能力做到 你要知道你没有能力做到 啊 但是呢 但是不是叫你不要学 但是现在是叫你说 你什么可以做到 好 各位我举个例子给你听啊 很多人很喜欢超心经 好 但他的心经的作用 只停留在超 他没有办法将心经 落实在生活 你说对还是不对 各位你可以将心经的 哪一句话你做到在生活 你可以观自在吗 没有办法 你可以照见无音接空吗 你也没有办法 你可以无知义无得吗 你也没有办法 对不对 你可以 你可以远离 对不对 恐怖吗 你可以远离颠倒梦想吗 你也没办法 对不对 但是 但你就喜欢超心经了 那各位 那你超心经的目的 你只有用在超 但是你却没有办法落实在生活 所以各位 这个就是你要注意到一点 你现在要检测你自己一下 我现在读这一本经 这一本经 现在教我的 我可以落实在生活的 各位 你要赶快 先这样学 比如说呢 对不对 比如说叫你说 对不对 不要骂人 你现在生活 你就可以做得到 比如说叫你说 有空念一句佛号 有没有 各位 你没有开悟 你也做得到 所以 从做得到的 开始来谈 这样学佛 才不会 对不对 这个呢 让自己 觉得挫折感越重 会的 我一定先做 然后呢 对 然后我越做呢 我的程度 或是我的领悟力 那就越来越深 那各位那我不会挫折 各位就像什么 就像今天有一群人 来我们这一 这一栋大楼 专门好像 好像参加爬楼梯比赛 我看一群人 在那里 然后从一楼爬到十二楼 这样爬来爬去 那各位 那爬楼梯 就是这么清楚 就是我爬一层 就是一层 我爬两层 就是两层 但是呢 但是有一种人 他站在那 对不对 一楼的大厅 在想说什么 我怎么上到十二楼 但是他 但是他不见得愿意 爬楼梯 一层一层爬 所以各位 那一样的道理 如果你 如果你读的经典 你不想一层一层爬 但是你又没有那个本事 那各位 各位那你终将 各位你终将会落空 各位我来做一个批 这个龙树菩萨曾经做一个批 他说 他说你想要在虚空当中 对 盖个楼梯 盖个楼梯 了不可得 但是你可以选择一块空地 盖房子 各位要注意我这句话 对不对 一个是在虚空当中 对不对 盖房子 一种是选择一块空地 可以盖房子 各位那龙树菩萨为什么这样比 一个叫做虚空 意思就是说 有没有 你不要掉入空 你不要掉入完空的境界 那一种叫做空地 各位空地 空地 有还是没有 有 只是那一块地是什么 是空的 是空旷的 所以你才可以盖房子 各位这样对不对 各位那一块地 有 但是这块地呢 有没有 对了没有障碍物 所以是空 那是不是中道 所以你要选择一块空地 盖房子 不要在虚空当中 对 见楼阁 那个龙树菩萨 这个批就批得很好 所以各位 所以我们在学佛法也是一样 对 你没有这个境界 对 你知道 所以不要勉强 各位不强求 就好像说 你没办法悟到 对不对 本来无意义何处惹成哀 但是你可以做到实时 情乎无事 勿使惹成哀 各位这样对不对 各位 这个道理是一样的道理 各位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坐在那边 你没有办法得定 但是你坐在那边 你念一句佛号 或是你属你的喜 你做得到 那你为什么不做呢 你把你能做的 然后你就会做 然后越做呢 你的 你自己呢 的物净 自然就会出来 各位 这样的概念 所以我以这样的角度呢 来解释 室安乐行 室安乐行 当然啦 你拿去跟佛号经 对照 你会觉得说 哦 怎么落差什么 这么多 好 各位你读过佛号经 各位 但是如果你一直 按照佛号经的方式 然后去读那个文字 安乐行 我看 我看你讨过 整四个人 安乐行 对你也不合 对还是不对 如果你不懂得 变通的话 有没有 那安乐行 对你 那就是没有用嘛 对 那也是佛号经 一个很重要的什么 教你修行的方法 好 所以 那我们先看讲义 各位第一个 在佛号经里面 他写的是 深安乐行 但是我们这里 都加一个进 有没有 各位 也就是说 要进化你的行为 好 各位 我们要去进化 自己的行为 进化自己的行为 好 各位 比如说你们现在在上课 对 你们在做 坐也要有坐相 听课呢 也要有听课的样子 不要边听课 然后脚翘起来 不要边听课 脚底 害哪 害起心宽 各位 你们 你们现在就可以看到 你们现在 自己的一个 一个行为 好 好 那各位 那你现在 这个行为 不太恰当的 那你就赶快 对不对 进化你的行为 叫做改正 有没有 你将你的 你这个行为 对 改正一下 各位改正一下 各位我举个例子 很多人跟他讲话 很喜欢 双手 对不对 插在胸前 这个是很不礼貌的行为 各位跟任何人 讲话 双手一定不可以 各位这个动作 老人家也有 中年人 中年人也有 年轻人也有 对 当然 当然 更不适合 对不对 这个脚翘起来 更不适合 那各位 那呢 那我们接着来看一下 各位我这里把它写 平时跟自修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这个部分 平时跟自修 这两部分 这个平时指的 就是你的日常生活 这个自修呢 指的呢 就是你自己用功 有没有 好 你用功的时间 但是各位 但是你不要把自修 跟平时混在一起 各位词话怎么讲呢 各位平时你在上班 你就要好好的 有没有 对不对 好好的工作 好好的呢 对不对 尽心尽力 为公司付出 好好的呢 对 服务呢 对不对 假设公务人员 就好好的服务社会大众 对 那私人机构 就好好的去服务你的客户 好好的对待你的同事 所以各位 这叫做平时 各位你不要利用 平时 然后拿来修行 你说你不要利用上班时间 拿来修行 各位这样并不恰当 除非是什么 除非是说 除非是说 你的上班时间 你真的可以 已经没有什么事 老板容许你看书 或是说你真的没有什么事 你静静自己 对不对 要念佛 那没有关系 那各位 这个要你 你去判断 假设你不懂的去判断 事实上你已经 你已经换了偷 偷戒 偷盗的戒 各位你没有注意 你就会换偷盗的一个戒力 只是你自己 也不明白而已 好 那各位 那我们简单的这么讲 那各位 那这个平常当中有包括什么 当然有包括上班 然后有包括下班 然后有包括假日 那你的 那要去进化身的行为 是什么依序呢 各位简单这么讲 平常你的行为 你的行为 要让人家感觉很好 各位 比如说你的态度和蔼 或是说 你愿意 伸出你的双手去帮助 帮助外面的人跟家人 各位 不要只帮助外面的人 不帮助家人 也不要只帮助家人 不帮助外面的人 各位 这个就是一种服务的态度 就像国务所讲的 人生以服务为目的 所以你平常你的行为 就是要服务大众 各位 你从这个角度 来看看 来看看你自己的样子 那你就知道说 你自己是不是 是不是修行人 各位 你是不是修行人 各位 我们自己 我们 我们在水眼当中 要懂积极 各位 我们有机会服务别人 各位 你不要放弃 各位 我举个例子 你们礼拜三 礼拜五来上课 你们都有机会 服务同学 我没说错 各位 我没说错 所以请你们 不要放弃 各位 你能够早一点来 服务同学 你就什么 你就早一点来服务同学 各位 你就早一点来服务同学 各位 几个例子 比如说 这个地板是谁插的 这个桌椅呢 是谁排的 各位 对不对 我 我可以 我可以利用 礼拜三 礼拜三 跟礼拜五 来修 福报 各位 那如果把福报 这两个字 拿掉 各位 那我就跟你讲 对不对 这本来就是做人 我愿意 服务大众 所以我给各位 建议 我给各位建议 除了你 各位 你现在 除了你在上班 或是因为你工作的关系 对不对 你只要能够主持 对 来上课 对 那就很不错了 但是 但是有的人 他已经退休了 或是说 对 你们可以提早到 各位 我建议你们 你们就要什么 你们就应该提早到 然后来服务大众 好 再来 再来我给各位 第二点建议 尽量把座椅排好之后 各位尽量把座椅排好之后呢 各位 你就静静的坐着 各位静静的坐着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 比如说我们这边 讲堂这边有办佛号 各位 你静静的听佛号 各位 你可以什么事情 你都做完了 记得你什么事情都不要做 你就静静的听佛号 当然你要跟他念 没有关系 对 但是我会跟 我会直接跟你讲说 你就静静的听佛号 各位听个十分钟 听个十分钟之后 你再来听课 我相信你的感觉什么 会更不一样 各位 把自己的内心 所有的概念都沉 对 沉淀 各位 那 那你透过呢 对 这个 这个听佛号 各位 种下自己的 种下自己的一个上根 对 这个上根种久了 有一天 对不对 你的意念 对 都会有一身的佛号 那这个不是等一下 我们谈到的 对不对 能够净化你自己的 自己的意吗 对不对 各位 你的心意怎么净化 你可以透过这样 就会净化你自己的 的心意 所以呢 所以这是我给大家的 的建议 对不对 提早帮忙晚的同学 就直接做的 听佛号 不要再闲聊了 就是不要同学 对不对 聊天 对 我建议不要聊天 如果真的要聊的话 下课再聊 上课那段时间 很重要 要把心静下来 就像什么 就像你是一个母亲 你现在怀有孩子 然后你现在呢 对不对 你要做呢 对不对 做这个交易 胎前交易 各位你们上课 还没上课之前 叫做胎前交易 你知道吗 好好的将自己的心 对不对 很近 然后听起的课来的话 很容易气怒 各位 课言而上 都是跟我们心有关系 各位 那你今天觉得 你今天突然听懂了 或是说什么 或是你觉得说 我本来都听懂 对 但是我听得不发喜 各位 你要注意到 你都听懂 但这里听得不发喜 真的是有鬼 这代表说 你自己的内在的想法 很奇怪 对不对 这并不代表你听懂 或是说呢 我虽然听懂了 对 但是我觉得 我没有信心 诸位 那你也听不懂 你听懂 怎么会没有信心 各位 你来听课 就是给你信心的 对 不是打压你信心的 那你怎么会没有信心呢 那就是你听不懂 啊 所以各位 那为什么 我也没有比 没有比别人笨 我也没有比别人固执 但是我为什么听不懂 因为你的心 你的心乱 所以你听不懂 各位 心乱嘛 那各位 那你看看 那你哪一节课 心经过 假设你七点半 坐下去听 当你的心情 再酝酿一下 然后现在天气又这么热 让你自己的身心 静下来一下 可能已经到八点了 各位这样对不对 纵使八点的时候 你的心开始静下来 但是前面那半 前面那半个小时 你不是浪会了 你表面上是有听 但我跟你讲 对不对 没有听进去 啊 啊 所以 所以透过这个样子 给各位建议 我们平时呢 就要服务大众 好 那既然我们平时就要服务大众 那再来 你就不要跟大众结恶言 好 各位你完全不要跟大众结恶言 嘿 那你会说 你会说 难道他很差劲 我不要跟他讲吗 各位我还是从不讲那句话 好你自己再好 对不对 然后呢 对不对 不好是对方自己再不好 对不对 然后你又何必呢 对不对 被他影响呢 所谓他非我不非啊 对 那我非就自有过 啊 所以 各位我们善待人 善待好人跟善待坏人 我们善待有修养的人 我们也善待没有修养的人 哎 啊我们一般人都是善待好人跟善待有修养的人 对还是不对 那对其他的那两种人他就没办法了 那各位 对不对 那你又何必呢 啊 接着看第二 自修时 好 各位现在 各位现在自修时 只能说你现在已经下班了 哦 你现在下班了 或者说你现在是假日 然后你的家事呢 也做完了 然后你可以自己呢 对不对 有个定课 啊 各位 比如说呢 对不对 你不禁得要早课晚课 因为有很多人啊 每个时间不一样 但是你至少呢 对不对 要有个定课 啊 就是说每天你至少一定要播出一段时间啊 对那播出这段时间我们就把它叫做定课 啊 你就不要分他 是早课还是晚课 叫做定课 各位 那分出这段时间怎么样呢 各位那现在不是要进化你的身吗 对 所以你就要藏礼佛 藏拜金 各位你要注意这个动作 嗯 啊 各位 这个之前哦 叫你礼佛 你不见得愿意礼佛 啊 之前叫你念佛 你不见得要念佛 所以我前面才先揭入一段话嘛 各位这样对不对 各位我截入前面的那一段话的目的 就是为了要来讲后面的这些事情 啊 让让你知道说你在做什么 让你知道 你比较心干什么 情验来做某些事情 来做某些事情 那各位 那那一样的道理 各位礼佛 你家有佛堂 对 然后就在佛堂礼佛 你家没有佛堂 各位 啊 就在一个亲近的地方礼佛 你家亲近的地方都没有 没有 那就在 那就在你的房间 得打扫干净一点 就在那边礼佛 啊 那各位 假设 假设有佛像 那 各位不论他是佛 还是菩萨像 都没有关系 啊 若是没有 那那至少有有菩萨的相片 若是连菩萨的相片也没有 各位 你们至少有经典 啊 各位你们至少有经典 但是你们要礼佛的 你们要你们要拜的经 或是要诵的经 各位不要花 你们现在上课用的经典 哦 跟一般你们自己在在课诵的 最好要分开 啊 各位课诵的经典 哦 完全要保持干干什么 静静 不要 各位 不要去画 啊 除非 所以你 所以有时候你上课跟课诵的 你要分一下 像这次上课有同意跟我讲说呢 哦 师父这个大涅槃军印这么好 这个写下去不是很可惜吗 我又没有叫你写 好 各位这次大涅槃军 你可以不用写 你自己带笔记 有没有 你自己写在笔笔记本上 啊 各位 你自己你自己写在笔笔记本上 好 啊 所以呢 各位 所以 所以有佛像 拜佛像 没有佛像啊 对不对 各位 你可以拜经典 好 各位你可以拜经典 对 啊 自己拜哪一部经典 你喜欢就好 看你喜欢拜 对 拜哪一部 看你现在是要拜大玻璃盘经 还是拜华华经 好 或是华元经 各位 然后 你自己 各位 你自己去决定 啊 这个 还有同学跟我讲 哎呦 师父我家没有佛像 哎 那各位我在这里正式宣布 那各位我在这里真正式宣布 我们禅心学院哦 对不对 我们禅心学院啊 什么东西都可以结缘 各位我们佛像也可以结缘 你只要呢 跟我讲说呢 师父这尊佛像 我很想请回去呢 对不对 礼拜 各位你跟我讲 哎 我直接供养 供养给你 但是有几尊不可以供养 第一呢 就是我们后面这一尊 对 释迦摩尼佛 第二就是我们那尊 啊 观世音菩萨 啊 第三呢 就是六祖什么 慧能 各位我现在讲 你说书都给你讲了 我请大家一尊 哎各位 对不对 没有哦 还有地藏菩萨 还有达摩祖师 有没有 对 左边还有一尊孔明 刚才是孔明 不是要让你回去拜的 啊 所以各位 对 所以我跟你讲 对 你 你很需要 诸位 各位 现在是 现在是怕你不理佛而已 各位 你要理佛 我跟你讲哦 每次人家包红包给我 我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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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来替你买的最好的 让你回去拜 对 然后你也不用这边 对不对 啊 周车劳顿 你也不用劳民伤财 你也不用害怕你的眼睛 对 大小眼 火像看 看得 看得不好 我都替你看好了 所以各位你看 你要佛像 我供养你佛像 你要经典了 对 各位 财经学院 无条件供养各位经典 各位这些东西原则上 不足为奇 现在难能可贵是什么 是说有一个人 他重新之后 他愿意这个样子吗 各位 这个 这个才是重点 好 所以各位 所以虽然是这样想 虽然是这样写 但是并不代表你愿意做 我们说错 各位我虽然讲义这样写 你愿意这样做吗 你不见得愿意这样做吗 对不对 啊 或是说你没有那个习惯这样的做 比如说什么 我又不习惯 有没有 对不对 礼拜佛 各位 那你不习惯你拜佛 为什么来这边礼拜 那同学都在拜 我没拜 不好意思 而且 我最佳拜三拜 各位 那难道你在你家里面拜佛 难道也是拜三拜吗 所以各位 你在你家里面拜佛 你可以对 念一句 对对 拜一下 各位 比如说你叫观世音菩萨 各位 你自己 各位 你自己就念一句观世音菩萨 对不对 你要念长念短都没有关系 念短呢 对不对 就念南无观世音菩萨 念长呢 就念对不对 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对不对 观世音菩萨 那你念一句拜一下也可以 神经有同学问我说 师父可不可以唱颂 我说可以 你可以唱颂 唱颂一句拜一下 只要音乐 你自己要领导的 人人家都认为了 只要有人去插入隔壁 对 你要唱颂 拿木一起来打 当然都可以 现在是说 你自己的家里 你自己去评估 各位就是把他培养起来 各位把他培养起来 那为什么不习惯 各位因为我们就是懈怠 简单这么讲 我们就是懈怠 有的人回家 只要针对佛菩萨 点一支香 就欧米豆腐了 只要我每天有 替佛菩萨点一支香 就已经了不起了 我还每天拜他半个小时 各位 啊你可以呢 各位你可以先从十拜开始拜 就是就是念 就是念十句 然后拜十拜 不然的话呢 一样你可以拿CD或是卡带 各位卡带比较短 卡带都差不多 卡带都差不多二十八分而已 一面卡带有没有 差不多二十八分 就是卡带放着 然后慢慢拜 各位拜没有几下啦 差不多三十而已 各位 差不多三十下而已 那个卡带就 时间就到了 差不多三十 各位 慢慢拜 然后把那种 把那种滑喜 把那种感觉呢 各位拜出来 再来我们看到第二的部分 敬口安乐行 各位我们讲过很多遍了 最伤人的就是这张口 这张嘴巴 我们会知道说 这个真正 真正会讲话 然后讲话得体 然后讲话能够离人的人不多 各位我们知道真的不多 各位那为什么真的不多呢 各位简单这么讲 因为大家不再讲话用心 各位你现在随便去问人家 你愿不愿意学讲话 各位很多人甚至会跟你讲说 你是气笑的 讲话就需要 我现在说的是 黑丽丧跟黑丽丧 各位你知道随便跟他讲 你要不要学讲话 你说奇怪 怎么有人这样说的 你如果 你跟他讲说 对 你要不要学太极拳 你要不要学书法 他还觉得说 这样才比较有道理 怎么有人说 你要不要学讲话 所以代表各位 所以代表在我们情意识当中 我们根本不重视讲话 所以我们也不在意讲话 所以难怪 我们会不会讲话 那各位那你看 自从学佛的时候 你才知道 他深口意 既然这三个部分 是这么重要 这个比你以前 参加讲师训练班 参加这个演讲训练 更重要 各位以前那个讲话 说不定 只是为了个人的成就感 在训练 但是我们现在 这里面的修行 这个讲话 有没有 他是真正的什么 他是真正的修行 你这个部分呢 没有学好 你就会不断的 你就不断的造口 但我已经跟你讲过了 既然我不会讲话 那干脆我不要讲 各位 你不要讲 你也换戒 我已经讲过了 该做不做换戒 有没有 各位 所以你该讲 不讲你换戒 你看到了吗 各位 人家需要鼓励 你既然不安慰别人 各位 人家 各位 人家听听你的意见 你却牙口无言 所以各位 所以你要看看 对 那我应该怎么 各位 我应该怎么去学习呢 各位 我提供各位一个 很清楚的方向 真的关心别人 你就会讲话 各位 真的关心别人 就会讲话 各位 喜欢怎么讲呢 各位注意看 我真的关心你 所以我才会 专心听你讲话 我才会 会观察 你这个人 各位 我们对不关心的事情 我们不会观察 对不对 各位 你就是对关心的事情 你才会观察 那各位 那你现在想想看 对呀 各位 我只要观察这个人 事实上这个人 对 他有多少习气毛病 或是他个人 有什么优缺点 或是他个人 有什么 对不对 强弱 事实上 对不对 透过我的观察 我会渐渐了解他 因为我渐渐了解他 我才知道 我应该讲什么话 帮他 就是因为我了解他 我才知道 我不应该讲什么话 会伤害到他 各位知道 对不对 对我几个例子 一个死在面子的人 你可以直接了让跟他讲吗 根本就不可能 各位 各位一个 一个软弱无能的人 你可以常跟他讲说 一切都是你决定 都是让你自己做主 各位 你不可以这样跟他讲 所以各位 对自傲的人 你应该怎么帮他 对自卑的人 你应该怎么帮他 对很有组建的人 你应该怎么帮他 对完全没有组建的人 你应该怎么帮他 那各位 那对有实力的人 你应该怎么帮他 对没有什么才能的人 你有什么方式帮他呢 好 那各位 那对想学佛的 你应该怎么帮他 各位 但是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 事实上有很多人 不想学佛的 各位 那难道很多 不想学佛的人 你要放弃他吗 各位 对不想学佛的 我应该怎么帮他 各位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现在不是因为我学佛了 所以只要他不学佛 他就跟我好像形同陌路 然后 对不想学佛的 你的认知 可能就认为说 这人没救了 各位 你真的就有救 他不想学佛 他就没有救 你想学佛 你就有救 各位 不想学佛的人 并不代表他是坏人 我会不会说错 各位不想学佛的人 并不代表他不是有成就的人 各位 那不想学佛的人 并不代表他没有宗教信仰 所以各位 对不想学佛的人 好 那我用你的方式帮你 对 各位 我会怎么帮你 我会告诉你人生的意义 人生的价值 人生的目的 对 我也会跟你讲说 对不对 那你如何去利益这个社会 对 然后你如何当一个好国民 对 各位 这个你可以讲 不能够因为说什么 他不学佛 我学佛 从此我跟他话就不投机 各位 这个 这个 这个怎么度众生 对 然后你的概念 既然是这么强弱 这么 分别这么明显 所以各位 所以你本身就不免理 各位 这样观察起来 你会知道 有很多人都 有很多人都是不一样 当然是不一样 因为每个人本来就不一样 各位 不是学佛的人一样 而是每个人本来都不一样 但是因为我关心你 所以我才会帮你 我不关心你 我不会帮你 所以各位 你从这个角度 你渐渐 你会明白说 你越来越知道 我应该怎么讲话 所以呢 我们平常应该怎么样 各位你看讲义 要爱以利他 各位 这个爱义呢 是菩萨式设法当中 的一个重要的 部分叫做爱义 各位 这个爱义不是 不是花言巧语 各位 大家 不要这样解释 诸位 这个爱义呢 就是我们讲话 如何让他听得下去 各位听得下去 才能够呢 利益他 如果他听不下去 各位 你 你是没办法利益他的 各位我举个例子给你听 举个例子给你听 比如说你对一个人 你背一段啊 对不对 经典给他听 这段经典又没办法利益他 你背给他听做什么 所以各位 所以不可以这个样子啊 各位 你对一个执着的人 你不可以看到他 就跟他讲 我跟你讲 对不对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如路易如电 因作如是观 对不对 各位 假设他听不下去 你讲这句话是没有用的 各位 尤其 尤其 大家要注意一个概念 当一个人 他有情绪的时候 你讲一些好话 在他的耳中听起来 是很刺耳的 比如说 他现在 他现在有没有 就是被一件事情困扰 很困扰 你就跟他讲说 啊 放下吧 你这 你这两句 这两个字放下 对他听起来是很刺耳的 你知道吗 他会越生气 你相不相信 他会越生气 所以呢 你在这个时候 跟他讲这两个字 是不恰当的 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用这样的名词 来劝告他 他反而是很生气 各位 所以你看 现在困难来了 各位 并不是说 你被一些好话 然后看到任何人 你就把那些好话 对不对 然后掉出来 那讲给他听 那就对了 各位 有时候好话 他听起来是生气的 那你会说 哦 那很困难 各位 这不是很困难啊 因为你没有 关心他 所以你没有观察他 各位 在得意的人 要讲什么话 在失意的人 要讲什么话 各位 这个难道 我们都没有观察到吗 各位 当我们失意的时候 我们很讨厌 听到什么话 对 当我们很得意的时候 我们很不喜欢人家破门冷水 各位 难道 难道 难道你人生没有走过来吗 你人生已经走过来这么一段的时间了 那难道你还不能够去提到别人 我现在应该讲什么话 才是恰当的吗 才是真正的爱以利他吗 所以各位 所以这个 这个部分 这个你要呢 你要观察 你真的要观察 好 那各位 那接着你自己呢 你自己在定课的时候 各位 你自己要定课的时候 各位要注意 世界上最善的语言啊 各位 最善的语言 莫过呢 就是呢 对 诸佛的名号 世界上最善的话 莫过于经中的文字 各位 什么叫经典 所谓经典呢 就是对 圣人的话 圣人的话 对不对 就位之经典 所以各位 所以你平常 当你一个人在 对 做定课的时候 各位 你可以多念佛 或是多诵经 各位有一句话 这么讲 佛号呢 念大僧 见大佛 念小僧呢 就见小佛 不念 就不见佛 有一句话 是这么讲 好 好 啊 咱各位 有时候你觉得说 我念他 拍一听 注意我跟你讲 你念佛号 或是你读经典 一定没有人会嫌说 你很难听的 你放心 尤其是你在家 一个人 一个人在念 有没有 哪有什么难不难听 不要找借口了 对 是懒不懒惰的问题 不是难不难听的问题 我那一天 听宝人上跟我讲 他有一天去山上 爬山 边爬山 然后边念佛号 哇 对不对 我觉得满山 骗眼啊 对 都是佛号 哦 他念得很滑喜 对 所以现在 记忆一下 哪有才更近 好 好 所以各位 对 所以 各位 所以各位 你可以念 各位 你真的可以念 可以真的 慢慢念 那我已经讲过了 怎么念最好 能设心 最好 有的人喜欢念快 但是有的人喜欢念慢 各位 比如说 各位 比如说 有的人喜欢唱快 比如说 阿弥陀佛就好 对 有人就喜欢唱快 比如说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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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有人喜欢唱 念快 那有人就喜欢念慢 那你自己 你要唱慢 那你就慢慢唱 所以 各位 各位 再来 你自己要念 你要念几个字都可以 各位 包括观音菩萨 也一样 有人问我说 可不可以念观音菩萨 我说可以 对 那观音菩萨 这样念就跟刚才唱 那个阿弥陀佛 一样 对不对 观音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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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你要这样也可以 对 但是你说 你要念字多一点了 可不可以 也可以 这个就是你自己的心 你怎么念 才能够射受 这个没有一定 各位 但是 但是 但是你去念 念下去之后 你就会得到一个答案 你就说 嗯 我这样比较好念 各位 这代表你有用心 你有用心 你才会知道说 它不一样 你没有用心 我跟你讲 对你来讲 都是没有用的 都是没有用的 那 那一样的道理 那各位 那诵经也一样 各位 有的人诵经 他就很 他就 他就送很快 各位 送很快 有一种定的感觉 对不对 对 那有的人就喜欢送很慢 各位 他就有一点 他就有点 有点什么 朗读的感觉 各位 我们看 我们古人 他们自己 在读四十五经 是念很快 还是念很慢 对不对 所以那种 比较偏向朗读的感觉 那所以 所以你自己去观察 我应该怎么做 那会比较好 但是你一定要开金口 但是各位 你可以观察 叫你 在那 念佛 或是诵经 你 你会说什么 我念半点前 我哪有就没法 叫你 一遍人 说四肥 说三个三天 哪有怎么 也是 你必须观察过 各位 这很奇怪 这很奇怪 那就代表 你的情意识 比较喜欢什么 讲一些 有的没有的 因为你乐于 讲有的没有的 所以 所以喉咙 不觉得负担 但是你情意识 并不乐于 对不对 念佛号 或是读诵经典 所以事实上 你容易 容易觉得疲劳 容易觉得疲倦 所以各位 我们看我们自己的心 我们就知道 哦 真的我们心 不知道在做什么 然后各位 我们心 到底是在做什么呢 记得看第三 第三 敬意安乐行 敬意安乐行 各位第三是最困难的 各位 什么样的方式 才能够亲近 你自己的意念呢 哇 主委 这是谈何容易 啊 能够亲近 自己意念的人 这个人呢 已经几乎 趋向于觉悟的人 所以大部分的人 都没有办法 各位 那大部分都 都没有办法 那各位 那你先出去看哦 那你一听到说 亲近自己的意念 你可能掉了一个陷阱 什么陷阱啊 哎 啊 我就不要想 我尽量不要想 啊 我尽量不要想 各位 你会不会这样 因为我要亲近我的意念嘛 啊 所以我尽量不要想 各位 那你这样修 你修给我看 你一天到 你说 啊 我都不要想 我不要想 各位 这样修行 对你来讲 有作用吗 各位 亲近哦 亲近不是叫你 念头都断掉 然后 都不要想 啊 各位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会比这张桌子 亲近吗 对 这张 这张桌子 这张桌子 现在不用修 它的境界就比你高 对 他都不想 所以知见不正确的人 他会吵不要想 结果 越修就越痛苦 各位 不是不要想 而是什么 而是为别人想 各位 你看 各位 而是为别人想 各位 我不想 我自己的 明文立养 嗯 啊 我不想说 我钱这么多 到底是 要带在我们 后面的悔 如果是 驾去海外 我不会这样想 不过我也 没机会这样想 各位 对 你就是为别人想 各位 你平常 多多为别人想 多为家人想 多为那公司的同事想 对 多为朋友想 各位 也要 对 从这个角度 你的心会去向以善 心偏向于亲近 比较简单 还是偏向于善 比较简单 偏向于善 比较简单 各位 所以我意思是说 你们先学偏向于善 善到最后 至善就是亲近 哦 这样 这样我 这样我知道 我怎么下手措 我怎么偏向于善 那各位 你会 各位 你会 替别人想 各位 这样的人哦 他自然就会有什么 这样的人 他自然 他 他就是一个有智慧 跟有悲心的人 所以他才有能力 对 对 处处替人家想 各位 那这样的人一定 就能够广结善言 所以从这个角度 你自己来修 各位 我跟你讲 你自己的意念哦 为什么叫亲近呢 简单这么讲 你的内在 没有什么压力 你的内在 没有什么负担 这个就是一种亲近 然后你的内在 没有任何的 这些的抱怨 跟敌对 这就是亲近 这就是亲近 那你自己在自修的时候 应该怎么样呢 各位 在自修的时候 对 你旁边还在 还是在补一个 念佛 你可以念佛 读经 操经 思维 反省 各位也就是说 念佛 还是可以进化 你自己的意念 不是只有 不是只有这张 这张嘴巴而已 只是我这样 这样写 是让你知道说 你应该是怎么去做了 怎么去做 那各位 那我们去探导一个问题 探导一个什么问题 你知道吗 各位 我这里面的读经 指的是看经典的意思 指的是阅读经典的意思 对 各位我们都知道 我们意念 不亲近 就是我们的观念不正确 我们的观念不正确 所以阴念 不能够亲近 对 所以你一定 要读圣贤书 各位 你一定要多读佛经 对 你不读佛经 你的观念怎么正确呢 所以各位 谁可以像佛经 这样教你呢 所以你要自己去读 你不可以只有礼拜三 礼拜五才来上课 你平常自己拿 佛经起来 就佛教你 有没有 各位 你每天 每天都是佛要教你 所以你自己拿起来读 各位 你就自己拿起来读 好 再来各位 那你抄经 我已经跟各位讲过了 你抄经不是 纯粹底下抄 而是你是边抄 边思维 边抄 边思维 这样抄经就很有用 各位经典 经典不是说 你只能够抄原文而已 各位比如说 我最近 在抄一本 这个欧义大师的 弥陀要解 各位 我抄弥陀要解 就是有抄 原来的经文 跟欧义大师的注解 对 那各位 那抄原文 就是抄弥陀经 但是经典的含义 是欧义大师的注解 那我也抄 那各位 对 所以 所以我不是在抄 我是要去了解 有没有 对他经重的内涵 各位就像 就像我们学 有印一本 对 这个 六祖金刚经 口诀 有没有 各位 你也可以抄啊 不是只有 对 你不用只抄 金刚经的 的经文 你也可以抄 他的什么 他的口诀 但是你纯粹抄经文 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各位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 你纯粹抄经文 第二种呢 对 你也可以 你可以抄他的注解 各位 为什么要抄他的注解呢 各位古大德 在教学生 比现金更严格 我们现在人比不上 各位古大德 各位举个例子 各位以前在教法华经 不是你把法华经 背起来而已 也要把 也要把 智者大师注解 法华经的注解本 也背起来 各位是这样学的 各位你听起来 你一定会吓死 对不对 各位把法华经 背起来 就了不起了 然后又把注解 也背起来 各位那你想想看 你说他钻不钻 他为什么连注解 背起来 他就势必 一定要了解 这一本 对不对 所以他也背起来 各位古人教学 我们现金的人 真的是望尘莫及 对不对 我们现金的人 真的是在 说实在的 大家彼此都不敢要求 为什么 为什么 对 因为 对 因为古人 对 一天工作都一个小时 上班都一个小时 你上班八个小时 所以你才无用 可是我说这句话 你回去想看看 我跟你说什么 所以 各位 这个就是说 你愿意这样学习 你就愿意 你就这样去做 那各位 那你看 好 接着你要思维 你要思维 经中的华裔 或是你要思维说 奇怪 这个祖师大德 为什么这样注解 为什么这样讲 各位 你要思维华裔 所以呢 我们思维 也太少了 各位 你们要思维华裔 接着最后 各位要还行 各位谈到还行 我最欣赏真子 对呀 无日三行无生 各位思维 是思维华裔 还行 是还行你 今天自己的生口意 这样对不对 各位 这两个不太一样 那诸位 那你看看 各位 一个人 各位 一个人每天 一定反省的人 他一定比你 纯粹去参加 拜参的人 好太多了 各位 我举个例子 你去一个道场 参加 拜参 回花到拜 我现在问一下 各位 你们有跑道场的人 我问你 道场 拜参 一个月 拜几次 什么 一个月 拜几次 最多 一次好不好 一次 对不对 一个月一次 已经算是很 很什么 很密集了 这样对不对 那各位 跟人 跟人一个月 再来参加一次 而且各位 而且你摸着良心讲 你在拜参的时候 真的在参加 你在拜参的时候 有没有被感动 或许有 你在拜参的时候 有没有觉得很惭愧 在那个当下 或许有 但是拜完之后呢 境界又不一样了 拜参有拜参的境界 拜完之后 平常的境界 又是一样 烟金再煮一大堆 各位 所以你能够 你能够24小时 像你在拜参的 那个时候的心吗 各位没有 你也知道你没有 各位 那为什么 各位那你为什么不每天拜参呢 各位反而我会跟你讲 你每天拜参 各位每天你在家里面 对不对 礼佛拜金 就是拜参 每天你在家里面 对不对 还醒自己的过失 就是拜参 你说对还是不对 各位你为什么不要这样拜呢 各位我不是说拜参不好 我是说你要知道怎么拜 有没有 然后你要知道怎么参 最好的忏悔 你要每天还行 各位现今的人 有人每天写日记 但不见得有人每天还行 各位你们觉得 每天写日记的比较多 还是每天还行的比较多 那每天有写日记的几少 各位 所以你知道我在讲什么 我意思说 连写日记就做不到 国教你每天还行 你要看看 我们真热气 各位 各位这个是个好习惯 你要养成 你每天真的要反省 你真的想进入修行的人 各位 你每天没有反省 你根本修行不会得力 为什么 因为你不知道 你今天过啥 而且你也不知道 今天功过 当然我不是 当然你不用像 颜料环一样 把功过部这样记 各位 你不用这个样子 对 你只要 你只要愿意 拨个十分钟 二十分钟 精进的 还醒 今天就可以了 只要每天 能够做到这个部 诸位 这个人 他就是修行的 这个人就是修行的 各位 你能这样做 身口意 自然就会渐渐的 清静了 而且这三个 全班同学 任何一个人都做得到 跟你的程度没有关 我没有说错 各位 我现在写的 有没有人说 我不懂的 各位 现在不是不懂 现在是硬不硬的做 那对不对 是啊 所以我写的 每个人都可以做的 跟你的程度没有关系 所以你没有任何理由跟借口 来讲说 我输公的亲 我都没说 我写的都修行的 没有 一点声都没有 要 真好 我 怎么 什么 veze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